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第11課 就是有關循環系統的自首跟自根 首先我們來複習第11課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上次教的 一樣是有關循環系統的自首跟自根 還記得一開始我們先講 organ 跟器官 organic 相關的自首 organic O-R-G-A-N-O 還記得嗎 然後呢 組織跟組織相關的自首以致根 有Histo H-I-S-T-O 還有Histio H-I-S-T-I-O 跟心臟相關的自首 有一個Cardio C-A-R-D-I-O 跟Artery就是動脈相關的專業自首呢 有一個Arterio A-R-T-E-R-I-O 跟靜脈相關的專業自首呢 一個是PHLEBO 一個是VENO 跟血液 相關的專業自首 有四個 HEMO HEMO 第十一課的第二個部分 也是這個 第十一課的最後一個部分 接下來呢 下一次我們就是進到第十二課了 那第十一課的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繼續學習有關這個 循環系統的自首以致根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LIMP LIMP是什麼呢 就是淋巴 淋巴液呢 是白白的 那個 最近呢 在這個淋巴循環上面有重大的發現 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去看泛科學上面的文章 他有提到說呢 發現了一條管子 這個 一條這個特別的淋巴管 那我們先來看呢 代表淋巴的這個 這個專業自首呢 是L-Y-M-P-H-O 那我們的 舉的例子呢 是Lymphocyte 前面我們說過 曾經提過CYTE呢 就是細胞 那Lymphocyte呢 就是淋巴細胞 也就是淋巴球 像中間這一顆呢 就是Lymphocyte 淋巴球 那淋巴球呢 事實上呢 那個 這個 有分 所謂的T淋巴球 跟B淋巴球 那那個 這兩個 這兩種不同的Lymphocyte呢 在免疫上面呢 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 那個 在這個血液抹片 這是血液抹片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Lymphocyte長這樣 然後有個很大的核 旁邊這些都是紅血球 如果呢 用掃描式電血呢 你會看到Lymphocyte長這樣 那個 很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掃描式電血呢 只有看細胞的表面 所以呢 你會看到它表面有很多凸起 那個 會讓人想到某一種那個 某一種那個 橡皮做的球 接著呢 我們來看Mero Mero 是骨髓 像這個呢 這個骨頭呢 剖面開來 有 最中心呢 是黃色的骨髓 然後旁邊是紅色的骨髓 那不管是 黃的骨髓 還是紅的骨髓 都可以統稱叫做Mero 就是骨髓 那代表骨髓的專業字呢 有兩個 一個是Medullo Medullo 一個是Myelo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呢 它不見得只是表示骨髓 任何東西的中心 就是水質呢 都可以用這個字手來代表 像我們接下來要舉的例子呢 Medullo Adrenal 是什麼呢 Medullo Adrenal 就是這個 Adrenal gland 腎上腺 腎上腺 腎上腺的Medullo 就是水質 腎上腺水質 那 腎上腺的位置呢 就是在腎的上面 所以才 所以中文才叫做腎上腺 那事實上 英文的意思也差不多 然後呢 那個表面看起來是這樣 那當你看到切片的時候呢 這個腎上腺水質呢 就是 這腎上腺的切片 然後呢 中間這裡就是它的水質 就是Medullo Adrenal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這個Multiple Myeloma Multiple Myeloma 是什麼呢 Multiple 前面我們講到數字 這個時候提到 Multi是很多 對不對 還記得嗎 Multi 都是很多 Multiple 就是很多的 什麼 Myeloma Myeloma My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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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 然後呢 MA的字尾呢 通常指的都是 流 之類的 Multiple Myeloma 是一種惡性疾病 叫做多發性骨髓流 那它常常就是說 常常會出現在呢 像比方說很典型的 就是在脊椎呢 脊椎的地方呢 被這個 Plasma cell 就是僵細胞 被僵細胞所佔據 但是呢 這種僵細胞 是惡性的僵細胞 它不會幫我們做事 它反而呢 像比方說 會把這個脊椎骨 給這個吃 吃 吃 給吃 吃這樣一個洞一個洞 有時候甚至會造成骨折 所以呢 有這個多發性骨髓流 Multiple Myeloma 的病人 常常都會很痛 因為呢 當這個骨髓 當這個骨頭呢 被這個僵細胞吃穿了以後呢 它們就會非常 就會很 壓迫到神經 那當然會非常的痛 那就是多發性骨髓流 Multiple Myeloma 好 我們再複習一下 代表髓 或者是骨髓 Meryl 的這個專業治手 有兩個 一個是Medullo 一個是Myelo Myelo 接著呢 我們來看血清 Serum Serum就是血清 那個 Serum呢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 用來代表血 但是呢 大部分時候 它指的是血清 那血清呢 的專業治手有兩個 一個是Orho Auro 一個是呢 S-E-R-O Serum 那我們來看 舉的例子 第一個呢 Aural Meningitis Aural Meningitis 是 因為這個 Aural是Serum 所以事實上呢 它指的是 一種 這個 這個 薑液膜的發炎 薑液膜的發炎 那個 其實還蠻嚴重的 然後呢 接著我們看 Sherologic Test Sherologic Test 是什麼呢 所謂的血清學的測試 L-O-G-I-C 是L-O-G-Y 那個 的這個形容詞 那這個呢 就是 記不記得我們前面提過 L-O-G-Y 是Study of 就是呢 那個 Study of Serum 就是血清學 那現在呢 它轉成形容詞 Sherologic 血清學的Test 試驗 血清學的試驗 像那個 很多血清學的試驗 都是在這種 所謂的叫做96孔盤 這個呢 這個 橫的有12個 然後呢 重的有8個 乘起來有96個 在這種96孔盤裡面呢 做血清學的測試 因為呢 通常不需要很多Sample 不需要很多的樣本 所以只要在這種小小的96孔盤 就可以做試驗 我們再複習一下 代表Serum 的專業字首 有 ORHOO 還有SERO SERO 接著呢 我們來看呢 那個 這個Temple T-E-M-P-L-E 我們到剛剛那個SERUM呢 我們把循環系統 那個 結束 那接下來我們 講的呢 有些跟 講的幾個 這個專業的字呢 有些 有些 有相關 像這個就比較不那麼直接相關 這個Temple呢 這個Temple呢 就是太陽穴這個地方 太陽穴 那事實上它有時候也有 它的這個 代表這個 太陽穴的專業字首呢 是Temple T-E-M-P-O-R-O 那這個Temple這個專業字首呢 有時候也會用來 有時候也會 表示其他的意思 像比方說跟時間相關的 那後面有機會我們再講 那我們現在先看呢 舉的例子是Temple Facial Temple Facial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裡 太陽穴以及臉 就是呢 這兩個地方同時 你知道就叫做Temple Facial 這是 前面漏掉的 這個 就是我們在講 那個表面的器官的時候 漏掉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 在講 然後呢 另外呢 還 前面還漏掉一個 就是呢 漏掉了這個介紹這個Brain 就是呢 腦 那個 Brain呢 這個代表Brain 腦的專業字首呢 是Encephalo E-N-C-E-P-H-A-L-O Encephalo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舉的例子是 Encephalo Meningitis Encephalo Meningitis Encephalo Meningitis是什麼呢 Encephalo 是Brain 對不對 那M-E-N-I-N-G 是 膜 然後呢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ITIS這個字根指的是發炎 所以呢 事實上 Encephalo Meningitis 是 腦 以及 腦膜 就是這個 M-E-N-I-N-G 這個 腦以及腦膜在發炎 就是呢 那個 腦的 這個表面這一層膜 以及靠近這層膜的部分的腦在發炎 這叫做 Encephalo Meningitis 那其實 蠻嚴重的 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 跟循環系統相關的 這個 這個 治手跟治根呢 就是 Liver 這個肝 肝呢 這個 代表肝的專業治手呢 是 Hepato H-E-P-A-T-O 代表肝 那我們來看舉個例子 Hepatocarcinoma Hepatocarcinoma是什麼呢 Carcinoma 我們剛剛前面才提到 那個Multiple Myeloma 提到說 M-A或者是O-M-A 指的是腫瘤 那事實上 前面如果是Carcinoma 通常指的是 惡性的腫瘤 那Hepatocarcinoma 就是什麼 我們說Hepato 是Liver 就是肝的惡性腫瘤 那這個是 這個 肝的左頁 長得很大一個腫瘤 他們 醫生動手去把它開出來 那像這種呢 多半都是屬於Hepatocarcinoma 惡性的 接著我們看 跟肝相關的 肝當然會產生膽脂 代表膽脂的 這個專業治者有三個 一個是B-I-L-I Billy 然後呢 C-H-O-L-O 還有C-H-O-L-E 那這兩個 C-H-O-L-O 跟C-H-O-L-E 意思常常互通 所以我們等一下只舉一個例子 我們先看 第一個呢 bilirubin B-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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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olorless是什么呢 Colorless是胆石胆结石 像这个人的胆里面有这么多的结石 根本就没办法 医生就只好把他整个胆盲割掉了 然后就照一张照片 这是他的Colorless 这个胆结石这么多 真是下颜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代表胆或者是胆汁的专业自首 有B-I-L-I-C-H-O-L-O 还有C-H-O-L-E 然后皮 我们看到肝胆 然后皮脏 皮也是造血的器官Splen 他的位置在这里 代表皮的专业自首有两个 一个是Lieno L-I-E-N-O 一个是Splenal S-P-L-E-N-O 我们来看举的例子 第一个Lieno-Pancreatic Lieno-Pancreatic是什么呢 Lieno是皮脏 Pancreatic是Pancreas是胰脏 所以Lieno-Pancreatic就是说 跟皮脏以及胰脏相关的 Lieno-Pancreatic Lieno-Pancreatic是胰脏相关的 然后Splenal 我们举一个例子叫Splenorrhagia 这个R-R-H-A-G-I-A 我们之前曾经在讲到乳头的时候 举过例子 同学如果还记得的话 这个讲的是流血 所以Splenorrhagia指的是说 你的皮脏在流血 就是有时候像比方说内出血 然后打开腹腔看到很多血 然后后来发现说 原来那些血是来自你的 皮脏的话就叫做Splenorrhagia 代表Splenorrhagia 的专业字首有两个 一个是Lieno 一个是Splenorrhagia Splenorrhagia 我们第11课到这边结束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会了什么 今天我们学会了第一个 代表08的专业字首是Lympho 代表骨髓Mero 的这个专业字首是Medullo 还有Myelo 那这个呢 不知只有骨髓专属 任何东西的髓都可以用 这两个专业字首来代表 然后血清的专业字首是 O-R-R-H-O 或者是ZeroS-E-R-O 然后呢 前面漏讲现在补充回来的 一个Tempo 就是太阳穴 是Tempo T-E-N-P-O-R-O 然后代表脑的专业字首是 Encephalo E-N-C-E-P-H-A-L-O 代表肝脏的专业字首是 Hepato H-E-P-A-T-O 代表胆脂的专业字首是 B-I-L-I-D-L-I-C-H-O-L-O C-H-O-L-E 代表Sprin 这个脾胀的专业字首是 Lieno L-I-E-N-O 还有Sprin Sprin 我们第十一课到这边结束 下一次回来我们要开始第十二课 Until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